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跑到学生社团办公室又翻又找 一下开这头柜子一下又走到另外一侧 好像是有东西不见了 但直到这个动作确认小偷就是他 趁着四下无人翻箱倒柜还把监视器镜头挪开 后来有被害人发现东西不见 一定要说画面立刻报案 既然发生在五月中台北市一所科技大学内 这名小偷还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 警方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画面 发现嫌犯闯入社团办公室两次 分别偷走了三台相机三把吉他 笔电还有现金一万元 总共价值二十万块 断案后变称因为被家人赶出家门 身上没有钱才会动歪脑机 偷同校同学的物品 警方一怯到罪嫌将他起诉 社团办公室两度遭窃 校方加强宣导 请师生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校园内 进出时门要上锁 而这名男大生时机败了后立刻休学 明明只是因为缺嫌花用 不打工居然是偷同学的钱 真的是很可恶 TVBS新闻六号叶军调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